你好 你好 太张好 你好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4年龙 1964年属龙的 属龙的 好 看到了 你想看什么 看看身体情况 腰椎啊 你现在坐轮椅啊 是你的腰啊 这里一根东西啊 就撑不住啊 是腰吗 嗯 腰的神经 影响到大腿 你的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左腿啊 左腿啊 有点小问题 左腿啊 很不好 而且你好像有 后面脊椎啊 整个脊椎有坏死啊 有 是坏死吗 没死了 坏了 有恢复的可能吗 你现在许愿没许愿吃全树啊 嗯 我现在就是吃锅边菜 不行 像你现在要吃全树了 我一定会 我会许愿的 你要许愿 嗯 你像像你这种病 最好就是说晚上做梦 有菩萨来了 就是在你啊 后脊椎这么弄一下 或者点一点 你就好了 听得懂 听得懂吗 嗯 其实你这个脊椎到 从上面一直到下面这一条 都有问题 明白吗 嗯 这个跟你过去年轻的时候 你太恨有关系 你要忏悔 嗯 你年轻的时候太厉害了 我讲一件事情 你一定记得住的 你就是年轻的时候 跟有一个人争吵 这个人后来被你搞下去了 或者被你弄掉了 怎么样 就是被你弄出去了 或者踢出去了 或者怎么样 把他弄掉了 这个人应该死了 学校里的 这个人现在在你身上 我看一个年纪不大的 当时死的时候年纪很轻 二十 二十岁左右 我问你 你有没有一个同学 跟你过去关系很好的 死掉的有吗 没有 你再想想 你一定要好好的当心了 他现在在你身上 有一个同学 嗯 你现在赶快给他念经吧 嗯 你赶快给他念经 好吗 好 你要看他 你 我可以叫他到你梦里来看你的 但是他不会给你好脸看的 听得懂吗 但是我这个好像 你自己好好忏悔 你今天叫台长看 我已经把你看到了 你要想看他 我会叫他到梦里来给你看的 但是他不一定给你好脸看 他说不定卡你脖子我都不管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年轻的时候太厉害 你自己告诉大家 你好好忏悔 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太厉害了 人很凶啊 人很凶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忏悔啊 好 啊 明白了吗 嗯 你给他念小房子要79张 79张 79张 对 好吗 我身上的灵性就他一个吗 嗯 你现在 你现在不要说我什么时候好 第一要吃素 嗯 第二要放生 放多少 八千条鱼 多少条 八千 嗯 慢慢的放 嗯 好吗 还有小房子第一波是79张 一直慢慢的念 念到你站起来为止 嗯 你相信台长 你的脊柱 你的脊柱 一直到下面 这条 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 看着你自己的表现 我告诉你 实际上你的病不是太重 病啊 不是太重 其实 你的病啊 不是太重啊 嗯 不是很严重 只是你现在根本撑不住 听得懂吗 嗯 我现在看你两条腿当中 有一条能动的 哪条 腿啊 哪条腿能动 哪条腿能动 右腿 我右腿是比左腿要好一些 看见了吗 因为我是那个就是 呃 现在台长帮你加持一下 看看你自己腿 腿慢慢可以抬得更高一点 右腿 准处 准备啊 嗯 动一点点 好吧 好 自己拿个手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 好 现在感觉热不热 热 嗯 好 现在已经热到小腿了 对不对 嗯 是 好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说明你的腿还没有完全麻木 明白吗 嗯 有热量进去 你能感觉 说明这个腿还有救 我这个我右腿就是呃 现在从我念小房子以后 右腿就是 好很多了 嗯 看见了吗 有感觉了 看见了吗 过去没感觉 现在有感觉了 然后这面就有感觉了 你自己记住了 你慢慢的左腿也会念的有感觉的 因为这是你这是一种病变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坚持念经 而且要好好念礼佛 你至少每天念三遍 我念五遍 坚持 你念了多少时间了 念心灵法门多少时间 我是从六月份开始接触 啊 你看六月份 现在八月份 现在是八月份了 九月份了 我搞不清楚了 我全世界跑 我搞不清楚时间了 那我的功课怎么 先放掉 暂时不能工作 不要去想了 怎么 功课 功课 我以为工作呢 功课你就念二十一遍心经 十七遍大悲咒 礼佛五遍 然后要念个往生咒四十九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就会好起来了 好吗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家里边有没有药精 防着 没有 家里都还蛮干净的 然后我想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有点洁癖的 很爱干净 对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就想问一下佛台 这个家里佛台 对着话筒呀 快点 家里佛台 我想设佛台的位置 你帮我看一下 放在进门 进门到底 靠右边 到底 靠右边 进门 靠右边 往前走啊 进门往前走 右边 沙发的对面 沙发的对面 但是我现在因为我上不了 就是住不了二楼 我要就是 你就放在一楼吗好了 我住在那个屋里 你现在我看你好像是一个人在住啊 一个人在住 住在那个屋里边 对呀 对嘛就好了 一个女人没有关系 一个男人也没关系 两个人住 稍微当心一点 不能在睡房里设佛台 你一个人没问题的 但是就是我 因为就是 大小编不能治理嘛 我知道 因为他 那个在那里面 没关系的 没有关系 没关系的 好吗 你自己记住了 以后永远不要再凶了 毛病好了都不要再凶了 听得懂吗 好了 感谢 感谢卢台上 好好听话啊 好好听话啊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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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